欢迎大家收看影视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电视的流媒体战争将如何结束 定义了结石的公司为告诉我们要有更多意志力而道歉 澳门赌场繁荣 因为中国游客涌入庆祝黄金周 中国电影票房不景气 消费者在旅游上花费更多 今天的女孩密码破解唱片公司高管 等等 请大家收看 电视的流媒体战争将如何结束 金融时报 好莱坞编剧和演员最近的罢工 使电视行业陷入混乱 导致多个节目延迟或取消 流媒体公司一直在保留节目 以确保如果罢工继续 他们有内容可以播放 制片厂也利用罢工悄悄取消了一些系列节目 除了罢工外 广告收入下降导致英国商业广播公司 推迟播放最佳节目 直到资金回归 罢工是电视行业内更深层次问题的症状 即对其未来的不确定性和保护破碎系统不同部分的斗争 像Netflix这样的流媒体公司的崛起打乱了电视行业 改变了内容的制作和消费方式 然而流媒体公司大量借贷来资助其庞大的预算 并没有像传统电视公司那样在节目制作的基础上投入太多 结果编剧和演员的薪水较低 工作条件较差 最近的罢工是对这些问题的回应 也是对硅谷对电视行业影响的反击 电视行业的未来不确定 公司越来越少 规模越来越大 竞争和创造力越来越少 许多公司负债累累 将需要在不久的将来进行再融资或出售资产 然而 这个不确定的时期也可能是新人才和新思想涌现的机会 从而引发行业内的创造性变革 定义了结实的公司 为告诉我们要有更多意志力而道歉 华尔街日报 Wake Watchers首席执行官西马 斯坦尼向那些觉得公司和计算 积分计划让他们失望的顾客道歉 该公司最近采取了一种新的方法 将肥胖视为一种可以通过药物治疗的疾病 他收购了远程医疗公司Sequins 以便能够开处方减肥药 这种文化转变 还使Wake Watchers成为首家为过去的错误道歉的公司 该公司已经从其营销中删除了结实一词 并删除了之前和之后的照片 澳门赌场繁荣 因为中国游客涌入庆祝黄金周 澳门在黄金周假期期间 迎来了游客数量的激增 共有超过93万2000名游客来到这座城市 大部分游客来自中国大陆 游客的涌入帮助提振了来自大众市场游客的博彩收入 现已完全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预计大众博彩收入 明年可能达到2019年水平的110% 从而推动赌场利润在2024年中旬完全恢复 澳门的旅游繁荣 反映了中国对旅游体验和娱乐的需求不断增长 以及该是努力摆脱仅依赖高端赌客的局面 然而人们对中国整体经济增长和消费者支出前景的不确定性存在担忧 这可能会影响澳门的复苏 已经有迹象显示澳门的消费放缓 一些零售商报告称 尽管游客激增 销售额并未大幅增长 分析师预测 10月份的博彩收入可能达到疫情前水平的72% 全年恢复63% 中国电影票房不景气 消费者在旅游上花费更多 彭博社 中国电影市场在黄金周假期期间出现了意外的放缓 黄金周是中国电影观影高峰期之一 缺乏重磅大片的上映和旅游需求的增加 导致票房销售额较2019年下降了39% 这种令人失望的表现可能会对全年数据产生影响 截至目前的票房销售额比2019年下降了14.5% 电影市场的放缓 加上旅游和外出就餐支出的增加 预示着中国其他消费领域的复苏速度较慢 此外 电影行业还面临着对电影内容和审查的加强审查的挑战 坎耶、维斯特和比安卡、森索里合法结婚 英国独立报 据报道 坎耶、维斯特、康亚威斯特和比安卡、森索里、比安卡森索里 在法律上已经结婚 这对夫妇于2022年12月20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举行了一场保密的婚礼 而这正是维斯特与金、卡戴山、Pin Kardashian离婚后的一个月 结婚证书是以森索里的全名注册的 而维斯特在2021年10月合法地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耶 这对夫妇被描述为非常私密且彼此专注 目前尚不清楚他们何时开始约会 维斯特和卡戴山结婚6年 约有4个孩子 宠物店男孩指责德雷克未经许可演唱他们的歌曲 英国独立报 宠物店男孩指责说唱歌手Drake 在他的新歌All the Parties中 未经允许使用了他们1983年的热门歌曲Western Girls的歌词 Drake在歌中唱到东区男孩和西区女孩 与宠物店男孩的歌曲歌词相似 这对二人组在推特上表示 没有给予任何认可或请求允许 Drake的新专辑For All the Dogs 包含了23首歌曲 涵盖了多位艺术家的作品 该专辑在独立报上获得了两星的评价 评论家批评了Drake对待女性的方式 Drake宣布他将暂停一年音乐事业 专注于健康 史蒂夫·库根要求修改吉米 萨维尔剧中的停尸间场景 英国独立报 史蒂夫·库根在一部新的BBC剧中扮演吉米 萨维尔 他透露自己要求修改了一场恶心的场景 因为他感到不舒服 这个场景发生在利兹医院的太平间 萨维尔把手伸进覆盖着70多岁女士的床单下 尽管演员对修改后的场景感到满意 但剧本作者尼尔·麦凯表示 不展示这个场景是错误和不真实的 约翰·克里斯在拍摄电影时 以飞不起来的鸟类如何躲避军队的机枪 而赢得了比赛 微爆 澳大利亚1932年的大尔苗战争的故事 将在一部由Umbrella Entertainment和Hot Dead Productions 制作的喜剧电影中登上大一幕 该片将在墨尔本的Monsterfest首映 此前 演员约翰·克里斯透露了 他自己计划拍摄一部关于尔苗战争的电影 该战争中 士兵们带着机枪前往西澳大利亚 与大群巨鸟作战 这些尔苗给农民们带来了麻烦 但最终以轻微伤亡的结果取得胜利 这部澳大利亚电影经过多年的制作 讲述了一支杂牌小队的士兵 与最致命的无翼鸟作战的故事 这个在澳大利亚学校里没有教过的故事 在网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全世界的人们都对这场战争感到着迷 为什么NFL关心泰勒 斯维夫特和特拉维斯 凯尔西 多伦多星报 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NFL 正在利用最近公众对泰勒 斯维夫特 Keylor Swift和堪萨斯城球场队 紧密端特拉维斯 凯尔斯 Travis Kelsey之间关系的迷恋 尽管NFL否认策划这个故事情节 但它正在监测社交媒体 以了解公众的反应 并针对年轻球迷和女性 女性占其观众的47% 近年来 NFL一直在努力争取女性 推广女子骑士橄榄球 并雇佣女性教练 最近围绕斯维夫特 凯尔斯关系的关注 被视为与斯维夫特的粉丝群互动 并吸引新球迷的机会 然而 营销专家认为 对这段关系的兴趣将是短暂的 Alter Agents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利贝卡布鲁克斯 Rebecca Brooks表示 NFL不太可能因此获得显著的长期提升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您的观察员和新闻解读者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电视的流媒体战争 最近好莱坞的罢工 导致电视行业陷入混乱 流媒体公司则保留了自己的节目 以备不时之需 这显示了电视行业未来的不确定性 和保护现有系统的斗争 流媒体公司的崛起 改变了电视行业的格局 但他们面临着负债累累的问题 不过 这个不确定的时期 也可能是行业创新的机遇 接下来是关于Weight Watchers的新闻 该公司最近将肥胖 视为一种可以通过药物治疗的疾病 并收购了一家远程医疗公司 这种文化转变引起了顾客的不满 但也让Weight Watchers 成为了第一家为过去的错误道歉的公司 这也提醒我们要积极面对自己的健康问题 在旅游方面 澳门在黄金州迎来了大量游客 这帮助了澳门的博彩收入 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这反映了中国对旅游和娱乐的需求不断增长 但同时也存在中国整体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 在电影领域 中国电影市场在黄金州期间出现了意外的放缓 可能会对全年数据产生影响 这显示了电影市场复苏速度较慢 同时也面临着审查和内容问题的挑战 此外 我们还关注到了一些娱乐圈的新闻 比如 坎耶 维斯特和比安卡 森索里的合法结婚 以及宠物店男孩指责德雷克 未经许可演唱他们的歌曲 最后 NFL关注泰勒 斯维夫特和特拉维斯 凯尔西的故事 这显示了NFL对年轻球迷和女性观众的重视 然而 营销专家认为 这种兴趣可能是短暂的 并不会给NFL带来长期的提升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总结和我的观点 我期待听到您的想法和问题 您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